第25回王婆记彻西门庆淫妇要镇五大郎 时曰 可怪狂夫恋野花 阴滩银色受波茬 王身丧已皆因此 破叶轻姿总为他 半赏风流有何意 一般滋味不虚夸 他时或起萧强内 血污游魂更可接 话说当下运哥被王婆打了这几下 心中没出气处 提了雪梨兰儿 一径奔来街上 直来寻五大郎 转了两条街 只见五大挑着吹饼丹儿 正从那条街上来 运哥见了 立住了脚 看着五大道 这几时不见你 怎么吃得肥了 五大歇下丹儿道 我只是这般模样 有什么吃得肥处 运哥道 我前日要敌些脉 夫 一地里没敌处 人都道你屋里有五大道 我屋里又不养额鸭 那里有着脉夫 运哥道 你说没脉 夫 你怎的占得肥地 便颠倒提起你来 也不妨 煮你在锅里 也没气五大道 寒鸟胡孙 道骂得我好 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 我如何是呀 运哥道 你老婆不偷汉子 只偷子汉五大扯住运哥道 还我煮来 运哥道 我笑你只会扯我 却不咬下他左边的来 五大道 好兄弟 你对我说是误谁 我把十个吹饼送你 运哥道 吹饼不济世 你只做个小主人 请我吃三杯 我便说与你五大道 你会吃酒 跟我来五大挑了丹尔 引着运哥 到一个小酒店里 歇了丹尔 拿了几个吹饼 买了些肉 讨了一选酒 请运哥吃 那小司又道 酒便不要添了 肉再切几块来五大道 好兄弟 你且说与我则哥运哥道 且不要慌 等我一发吃了 却说与你 你却不要气苦 我自帮你打捉五大 看那猴子吃了酒肉 道 你如今却说与我 运哥道 你要得知 把手来摸我头上 割五大道 却怎的来有这割 运哥道 我对你说 我今日将这一篮雪梨 去寻西门大郎挂一小钩子 一地里没寻处 街上有人说道 他在王婆茶房里 和五大娘子勾搭上了 每日只在那里行走 我指望去赚三五十钱时 婆奈娜王婆老猪狗 不放我去房里寻他 大力报答我出来 我特地来寻你 我方才把两句话来激你 我不激你时 你须不来问我 五大道 真个有这等事 运哥道 又来了 我道你是这般的鸟人 那丝两个落得快活 只等你出来 便在王婆房里坐一处 你物资问道 真个也是假 五大听罢 道 兄弟 我时不瞒你说 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里做衣裳 归来时便脸红 我字也有些遗迹 这话正是了 我如今记了丹尔 便去捉奸 如何 运哥道 你老大一个人 原来没些见识 那王婆老狗 什么厉害怕人 你如何出得他手 他须三人也有个暗号 见你入来拿他 把你老婆藏过了 那西门庆虚了得 打你这般二十来个 若捉他不着 干吃他一顿拳头 他又有钱有势 反告了一纸状子 你便用吃他一场官司 又没人做主 干结果了你五大道 兄弟 你都说的是 却怎的出的这口气 运哥道 我吃那老猪狗打了 也没出气处 我教你医着 你今日晚些归去 都不要发作 也不可说 自只做每日一般 明朝便少做些炊饼出来卖 我自在巷口等你 若是见西门庆入却时 我便来叫你 你便挑着丹尔 只在左近等我 我便先去惹那老狗 必然打我时 我先将兰尔丢出街来 你却抢来 我便一头顶住那婆子 你便只顾奔入房里去 叫起驱来 此计如何 五大道 既是如此 却是亏了兄弟 我有数贯钱 与你把去敌你 明日早早来紫石街巷口等我 运哥得了数贯钱 几个吹饼 自去了 五大还了酒钱 挑了丹尔 自去卖了一遭鬼去 原来这妇人往常时 只是骂五大 百般的欺负他 近日来自知无理 只得窝盘他歇个 当晚五大挑了丹尔归家 也只和每日一般 并不说起 那妇人道 大哥买盏酒吃 五大道 却才和一般经纪人买三碗吃了 那妇人安排晚饭与五大吃了 当夜无话 次日饭后 五大只做三两扇炊饼 安在丹尔上 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庆 那里来理会五大做多做少 当日五大挑了丹尔 自出去做买卖 这妇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 便学过王婆房里来等西门庆 且说五大挑着丹尔 出到紫石街巷口 迎见运哥提着兰尔在那里张望 五大道 如何 运哥道 早些个 你且去卖一遭了来 他七八分来了 你只在左近处伺候五大云飞 也去卖了一遭回来 运哥道 你只看我兰尔撇出来 你便奔入去五大自丹尔寄了 不在话下 虎有昌兮鸟有眉 暗中牵线自施为 运哥只节西门庆 他日分尸静默之 却说运哥提着兰尔走入茶坊里来 骂道 老猪狗 你昨日做什么便打我 那婆子就心不改 便跳起身来喝道 你这小狐孙 老娘与你无干 你做什么又来骂我 运哥道 便骂你这马伯六 做牵头的老狗 执什么屁 那婆子大怒 揪住运哥便打 运哥叫一声 你打我 把兰尔丢出当街上来 那婆子却带揪他 被这小猴子叫声你打时 就把王婆腰里带个住 看着婆子小肚上 只一头撞僵去 争歇而跌倒 却得婢子挨住不倒 那猴子死顶住在壁上 只见五大裸起衣裳 大踏步直抢入茶坊里来 那婆子见了是五大来 急待要拦当时 却被这小猴子死命顶住 那里啃发 婆子只叫的 五大来也 那婆娘正在房里 坐手脚不迭 先奔来顶住了门 这西门庆便钻入床底下躲去 五大抢到房门边 用手推那房门时 那里推得开 口里只叫的 做的好事 那妇人顶住着门 慌坐一团 口里便说道 闲长时只如鸟嘴 卖弄杀好全棒 急上场时便没些用 见个直虎 也下一跤 那妇人这几句话 分明叫西庆来打五大 夺路了走 西门庆在床底下 听了妇人这几句言语 提醒她这个念头 便钻出来 说道 娘子 不是我没本事 一时间没着质量 便来拔开门叫声 不要来 五大却带要揪她 被西门庆早飞起右脚 五大挨短 正踢中心窝里 扑到望后便倒了 西门庆见踢倒了五大 打闹里一直走了 运歌见不是话头 撇了王婆撒开 街坊临社都知道西门庆了得 谁敢来多管 王婆当时就地下扶起五大来 见她口里吐血 面皮腊茶也四黄了 便叫那妇人出来 咬完水来 救得苏醒 两个上下肩掺着 便从后门扶归楼上去 安排她床上睡了 当夜无话 此日 西门庆打听得没事 依前自来和这妇人坐一处 只指望五大自死 五大一病五日 不能勾起 更坚要汤不见 要水不见 每日叫那妇人不应 又见她浓妆艳抹了出去 归来时便面延红色 五大即便气得发昏 又没人来踩着 五大叫老婆来吩咐道 你坐得够大 我亲手来捉着你肩 你倒挑拨肩肤 踢了我心 至今求生不生 求死不死 你们却自取快活 我死自不防 和你们争不得了 我的兄弟五二 你需得知他性格 躺货早晚归来 他肯干凶 你若肯可怜我 早早服侍我好了 他归来时 我都不提 你若不肯去我时 带他归来 却和你们说话 这妇人听了这话 也不回言 却学过来一五一十 都对王婆和西门庆说了 那西门庆听了这话 却似提在冰勋子里 说道 苦也 我须知 景阳刚上打虎的五都头 他是清县第一个好汉 我如今却和你眷恋日久 情福一和 却不嫩地理会 如今这等说实 正是怎的好 却是苦也 王婆冷笑道 我倒不曾见 你是个把舵的 我是衬船的 我倒不慌 你倒慌了手脚 西门庆道 我网子做了男子汉 到这般去处 却百步不开 你有什么主见 遮藏我们则个王婆道 你们却要长做夫妻 短做夫妻 西门庆道 甘娘 你且说如何是长做夫妻 短做夫妻 王婆道 若是短做夫妻 你们只就今日便分散 等五大江西好了起来 与他陪了话 五二归来 都没言语 待他再差事出去 却再来相约 这是短做夫妻 你们若要长做夫妻 每日同一处不担惊受怕 我却有一条妙计 只是难教你西门庆道 甘娘 周全了我们则个 只要长做夫妻 王婆道 这条计用着件东西 别人家里都没 天生天化大观 人家里却有西门庆道 便是要我的眼睛 也弯来于你 却是什么东西 王婆道 如今这岛子病得重 趁他狼狈里便好下手 大观人家里取些砒霜来 却教大娘子自取熟义铁心疼的药来 把这砒霜下在里面 把这矮子结果了 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的 没了踪迹 便是五二回来 带赶怎的 自古道 扫书不通问 出嫁从亲 再嫁游身 阿叔如何管的 暗地里来往半年一载 便好了 等待夫孝满日 大观人取了家去 这个不是长远夫妻 偕老同欢 此计如何 西门庆道 干娘此计神妙 自古道 欲求生快活 须下死功夫 爸 爸 爸 一不做 二不休 王婆道 可知好厉 这是斩草除根 萌芽不发 若是斩草不除根 春来萌芽再发 观人便去取些砒霜来 我自教娘子下手 试了试 却要重重地谢我 西门庆道 这个自然 不消你说 有失为证 云情与一两绸缪 恋色梅花不肯休 毕竟南逃天地眼 武松还看二人头 且说西门庆去不多时 包了一包砒霜来 把与王婆收了 这婆子却看着那妇人道 大娘子 我教你下药的法度 如今武大不对你说道 教你看活他 你便把些小义儿贴炼他 他若问你讨要吃时 便把这披霜调在心痛药里 待他一觉生动 你便把药灌浆下去 却便走了起身 他若毒药转时 必然肠胃蹦断 大叫一声 你却把被指一盖 都不要人听的 欲先烧下一锅汤 煮着一条抹布 他若毒药发时 必然蹊跷内流血 口唇上有牙齿咬的痕迹 他若放了命 便接起背来 却将煮的抹布一开 都没了血迹 便入在棺材里 扛出去烧了 有什么鸟事 那妇人道 好却是好 只是奴手软了 临时安排 不得失手 王婆道 这个容易 你只敲壁子 我自过来窜断你 西门庆道 你们用心整理 明日五更 来讨回报 西门庆说罢 自去了 王婆把这披霜 用手碾为细末 把于那妇人拿去藏了 那妇人却学将归来 到楼上看五大使 一丝没有两气 看看待死 那妇人坐在床边假哭 五大道 你做什么来哭 那妇人试着眼泪说道 我的一时间不是了 吃那丝局骗了 推想 却踢了你这脚 我问的一处好药 我要去赎来医你 又怕你一记了 不敢去取五大道 你救的我活 不是了 一笔都勾 并不记怀 五二加来亦不提起 快去赎药来救我 则个那妇人拿了些铜钱 竟来王婆家里坐地 却叫王婆去赎了药来 把到楼上叫五大看了 说道 这贴心疼药 太医叫你半夜里吃 吃了倒头把一两床被发些汗 明日便起得来 五大道 却是好也 生寿大嫂 今夜醒睡些个 半夜里调来我吃 那妇人道 你自放心睡 我自服带你看看天色黑了 那妇人在房里点上碗灯 下面先烧了一大锅汤 拿了一片抹布 煮在汤里 听那羹骨时 却好正打三羹 那妇人先把毒药 清在斩子里 却要一碗白汤 把到楼上 叫声 大哥 要在那里 五大道 在我席子底下枕头边 你快调来与我吃 那妇人接起席子 将那药抖在斩子里 把那药贴安了 将白汤冲在斩内 把头上银排耳指一角 调得匀了 左手扶起五大 右手把药变惯 五大瞎了一口 说道 大嫂 这药好难吃 那妇人道 只要她医治得病 管什么难吃 五大再瞎第二口食 被这婆娘就是止一罐 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 那妇人便放倒五大 慌忙跳下床来 五大碍了一声 说道 大嫂 吃下这药去 肚里倒疼起来 苦呀 苦呀 道当不得了 这妇人便去脚后 扯过两床背来 披脸纸不盖 五大叫道 我也气门 那妇人道 太医吩咐 教我与你发些汗 便好得快 五大再要说时 这妇人怕她挣扎 便跳上床来 骑在五大身上 把手紧紧地按住背脚 那里肯放些松 正似 油肩肺腑 火疗肝肠 心窝里如雪刃相亲 满腹中 四缸刀乱脚 痛寡寡 衣生蹊跷 直挺挺 鲜血模糊 浑身冰冷 口内闲流 牙关紧咬 三魂腹枉死成中 喉管枯干 欺破头望乡台上 地狱新天时毒鬼 杨坚没了捉奸人 那五大当时哀了两声 喘息了一回 肠胃蹦断 呜呼哀哉 身体动不得了 那妇人接起背来 见了五大咬牙切齿 蹊跷流血 怕僵起来 只得跳下床来 敲纳壁子 王婆听得 走过后门头咳嗽 那妇人便下楼来 开了后门 王婆问道 了也未 那妇人道 撩便寥寥 只是我手脚软了 安排不得 王婆道 有什么难处 我帮你变了 那婆子便把衣袖卷起 咬了一桶汤 把抹布撇在里面 多上楼来 卷过了背 先把五大嘴边唇上都抹了 却把七窍淤血痕迹是净 便把衣裳盖在尸上 两个从楼上一步一多 唐江下来 就楼下江山就门停了 与他梳了头 戴上金泽 穿了衣裳 取双鞋袜 与他穿了 将片白卷盖了脸 剪床干净 被盖在死尸身上 却上楼来收拾得干净了 王婆自转将归缺了 那婆娘却浩浩的假哭起养家人来 看官听说 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 有三样哭 有泪有声为之哭 有泪无声为之气 无泪有声为之好 当下那妇人干好了半夜 四早五更 天色未小 西门庆奔来讨信 王婆说了背信 西门庆取银子 把与王婆交买棺材金送 就呼那妇人商议 这婆娘过来和西门庆说道 我的五大今日已死 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门庆道 这个何须得你说费心 王婆道 只有一件事最要紧 地方上团头和酒书 她是个精细的人 只怕她看出破绽 不肯练西门庆道 这个不妨 我自吩咐她便了 她不肯唯我的言语 王婆道 大官人便用去吩咐她 不可迟悟西门庆去了 到天大明 王婆买了棺材 又买些香煮纸钱之类 归来与那妇人做耕饭 点起一对随身灯 临摄芳香都来调问 那妇人虚掩着焚脸假哭 众街坊问道 大郎因肾病患便死了 那婆娘答道 因患心疼病症 一日日月中了 看看不能够好 不幸昨夜三更死了 又耿耿夜夜假哭起来 众林社明知道 此人死得不明 不敢死问她 只自人情劝道 死自死了 活得自安过 娘子省烦恼 那妇人只得假意而泄了 众人各自散了 王婆取了棺材 去请团头和酒书 但是入恋用的都买了 并家里一英物件也都买了 就叫了两个和尚晚些半龄 多样时 和酒书先拨几个火加来整顿 且说和酒书到四排十分 慢慢地走出来 到紫石街巷口 迎见西门庆教导 酒书和网 和酒书打道 小人只去前面 练着卖吹饼的五大郎师手西门庆道 借一步说话 则个和酒书跟着西门庆 来到转角头 一个小酒店里 坐下在格尔内 西门庆道 和酒书请上座和酒书道 小人是何者之人 对官人移出坐地 西门庆道 酒书何故见外 且请坐二人坐定 叫取瓶好酒来 小二一面铺下菜书果品 按酒之类 即便筛酒 和酒书心中一记 想道 这人从来不曾和我吃酒 今日这杯酒必有敲击 两个吃了一个时辰 只见西门庆去袖子里 摸出一定十两银子 放在桌上 说道 酒书休闲轻微 明日酬谢和酒书插手道 小人无半点用功效力之处 如何感受大官人见次银两 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处 也不感受西门庆道 酒书体要见外 请收过了却说和酒书道 大官人但说不妨 小人一听西门庆道 别无甚事 少客他家也有些辛苦钱 只是如今练五大的尸首 反百事周全 一闯紧被遮盖泽个 别不多言和酒书道 是这些小事 有甚厉害 如何感受银两西门庆道 酒书不受时便是推却 那和酒书自来惧怕西门庆是个雕徒 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 两个又吃了几杯 西门庆呼酒宝来计了账 明日来铺里之前 两个下楼一同出了店门 西门庆道 酒书记心不可泄露 改日别有报效吩咐罢 一直去了 和酒书心中一记 肚里寻思道 这件事却又作怪 我自去练五大郎尸首 他却怎得与我许多银子 这件事必定有敲妻来到五大门前 只见那几个伙家在门手伺候 和酒书问道 这五大士神病死了 伙家答道 他家说害心疼病死了 和酒书 接起帘子入来 王婆接着道 久等和书多时了 和酒书应道 便是有些小事 绊住了脚 来迟了一步 只见五大老婆 穿着些素担衣裳 从里面假扑出来 和酒书道 娘子省烦恼 可伤大郎归天去了 那妇人虚掩着泪眼道 说不可见 不想捉夫心疼症后 几日子便休了 撇得奴好苦 和酒书上上下下 看了那婆娘的模样 口里滋暗暗地道 我从来只听得说 五大娘子 不曾认得她 原来五大却讨着这个老婆 西门庆这十两银子 有些来历 和酒书看着五大失守 接起千秋帆 扯开白卷 用五轮八宝 犯着两点神水眼 定睛看时 和酒书大叫一声 望后便倒 口里喷出血来 但见 指甲青 唇口紫 面皮黄 眼无光 未知五脏如何 先见四肢不举 正是 身如五谷闲山月 命死三更游进灯 毕竟和酒书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